女孩有只会击鼓的网偶兔子 只要感应到脏东西的存在 她就会通过击鼓的方式提醒主人 但是使用兔子后会有一些后遗症 每天鼻子都会留八小时的鼻血 还要捂住自己的双眼八小时 在这期间对外界没有一点反应 而女孩也和兔子达成合作 只要看视频点赞加关注 评论区的狗头就会保护她 女孩独自一人住在孤岛之上 她的叔叔认定她有什么大病 于是月薪十万请来阿伟帮忙照顾她 但是必须穿上一件带铁链的马甲 锁链只够到女孩的房间门口 叔叔开的价钱实在太高 阿伟只能答应下来 等叔叔走后 阿伟在屋子里闲逛 他发现锁链通往地下室 就在他准备去厕所时 发现铁链的长度不够 阿伟只能来到门口解决 打开门发现了一只二哈 一人一狗都被人拴住了 就在阿伟坐在门口打发时间时 铁链被人往后拉了一下 他吓得差点摔倒在地 阿伟以为是女孩的恶作剧 可是女孩还是保持着原来的动作 就连阿伟叫他都没反应 阿伟觉得可能是自己太累了 于是他准备上床睡一觉 刚睡着就被身后的动静吵醒 只见一双眼睛正盯着他看 原来是墙上的一幅油画掉下来了 阿伟被盯得心里发毛 他把油画转过去靠在墙上 等阿伟躺回床上 他又回头看了一眼 油画自己转了过来 阿伟再次把油画转了过去 这次他面对着油画躺了回去 可没过多久阿伟又被吵醒 只见油画翻倒在地上 阿伟上前将油画扶起 只见油画的表情面目猙獰 这下阿伟不敢在房间睡觉了 他来到客厅坐在椅子上准备睡觉 可是壁炉上的兔子开始击鼓 身后的房门也被慢慢打开 这只兔子可不是一般的兔子 只要他看见房子里的脏东西 他就会通过击鼓的方式提醒准备 击鼓的频率越快 脏东西就离你越近 看视频记得点赞加关注 评论区的狗头会保护你 感觉有点不对劲 他拿着兔子走进地下室 发现了铁链的源头就在地下室中央 就在阿伟准备离开时 他发现了木板上有个黑洞 阿伟拿起手电筒往洞里一招 一个女人正对着他笑着 阿伟被吓得摔倒在地 他拿起灯再次确认洞里的情况 直到他确认洞里的女人已经死透 阿伟想招女孩了解情况 可是女孩还是捂住自己的眼睛 他想要打电话报警 可是锁链的长度只能到房间门口 就在这时 女孩醒了过来 他告诉阿伟地下室的女人是他的妈妈 阿伟认定了女孩就是凶手 他赶紧将房门反锁 然后来到地下室 试图拔出地下室的铁链 可是他用尽力气也纹丝不动 阿伟只好又来到女孩房间 他在通风口观察一番后 伸手准备将电话拿过来时 没想到女孩就在旁边等着他 他抓住阿伟的手将她的手指头掰断 阿伟痛得撕心裂肺 随后他在桌上看见一份报纸 他突然想起 地下室的女人身上也有一把钥匙 女人的脸上依旧露出灿烂的笑容 阿伟将钥匙拿出 他解开了自己身上的束缚衣 可是突然整栋房子停电了 阿伟准备从房子逃走 他在客厅发现了五珠眼睛的女孩 于是阿伟将束缚衣穿在她的身上 正准备打电话时 他发现电话线被弄断了 而此时女孩用弓箭瞄准了她 男人找了一份月薪十万的工作 他要照顾一个五珠眼睛的神经病女孩 还要穿上一件带铁链的马甲 可没想到阿伟在地下室 发现了女孩死去的妈妈 阿伟想要报警 被女孩用弓箭射中了大腿 随后阿伟逃到卫生间 用剪刀剪断了弓箭 可就在这时 身旁突然打开了一个小门 阿伟赶紧爬了进去 在手电筒的照耀下 一个人影一闪而过 再仔细一看又没什么人 看视频记得点赞关注 那个人的运气会很好 阿伟顺着楼梯爬了下去 没想到他来到了地下室女尸的位置 可女人的笑脸实在胜任 阿伟将帽子给他戴上 就在他拿着锯子锯门时 阿伟一回头 没想到女尸正用一只眼睛看着他 吓得阿伟加快了手中速度 就在这时 兔子开始激起鼓来 原来是女孩来到了地下室 阿伟以为女孩发现了自己 没想到女孩伸手 拔出了母亲身上的弓箭 而女孩的叔叔也来到了这里 他拿着手电筒 发现了墙里的阿伟 可就在这时 女孩一见射中了叔叔 接着他面无表情地走出地下室 将他锁在了里面 随后锯子又开始锯起木板 叔叔以为阿伟就要出来 他准备一棍子敲死阿伟 可是阿伟的声音从对讲机里传来 原来阿伟早已经逃出了地下室 那么现在在锯门的是谁呢 叔叔拿起手电筒一照 随后一阵惨叫声传来 女孩被困在了房子 而阿伟带着二哈离开了这里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找工作要小心 小心被骗去打妖子 喜欢影片的请点赞关注 我是金乐